同志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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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言人鎮魷影這件事情 會不會是的擔心影響選情 這次五度的選戰 應該是對於政績跟執政能力的考驗 那麼選民利用五都的選舉來表達對馬政府執政的一個檢驗 那麼也是表達期待對五都的將來的發展需要一位好市長 那當然個別的新聞事件那麼都會佔據媒體的版面 那我們認為說焦點還是應該放在執政能力 那除此之外就是今天正宏你中午很快就出來消毒道歉 那是不是中央黨部這邊有跟他聯繫過 沒有 然後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當時啊 就是他沒有提到說這個陸生就是給這個經費的東西 他說就是在民進黨那時候蔡主席他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其實這些東西其實就已經存在 那民進黨這邊的態度是什麼 鄭鴻宜所講的喔 他是為台灣的學子請命 那麼有超過八十萬人次的學生 申請住學貸款就學貸款 那麼我們國家卻要花大批的經費 來支持中國的學生 而且是擴大規模來台灣 我想這個雙重待遇跟差別的待遇喔 才是不滿的根源 那至於說以前事辦的一個小範圍的這種兩岸交流喔 要用這個來合理化喔 目前補助中生來台灣的這樣的政策的話 我覺得這是不恰當的 我們另外要問一個民調的提醒 民調就是電視跟土耳報認識的民調 小英主席跟主理輪 這次差距差的只剩3.1% 然後依照過去的經驗 如果民進黨有差到互差範圍內的話 幾乎是鼓勵民的 有可能這樣 到這個禮拜為止喔 那我們幾位發言人都陪著小英市長 少了100場的菜市場 那可以走得非常的透徹喔 那麼明天開始喔 要車隊掃街喔 要走遍這個新北市的每一寸土地喔 那我們認為這樣子的努力喔 那麼新北市民會找回感動 也會找回要追求喔 過去台北線發展很快的那種光榮 那我們認為這個民調是在誤差值的範圍內 那我們3%決勝負 這樣的目標並沒有改變 那麼只要再多拉3% 我們一定可以拉開差距 聽說11月25號申請場地受到縣府的貂難 好這我說一下 我們透過議員申請場地 在新莊體育場 那麼縣政府 那麼卻沒有按照場地租借的規定 那麼給我們11月25號的場地 那他反而喔 那麼先表示說 那麼租立輪陣營要booking三天 那這種做法是完全行政部中立 而且違反自己的租借規則 那最後當我們租借到場地的時候 他卻說 體育館的活動可以優先由體育處辦活動 結果他在選前七天 新莊體育場所舉辦的活動是30個人的飛盤訓練 那麼要把我們的場地拿走 那如果這樣的理由成立的話 新莊體育場可以辦這個飛盤的集訓 那板橋體育場可以辦跳繩的集訓 那永和體育場可以辦這個社費標的集訓 那這樣的話所有的場地都不能用了 那這明顯的是喔 行政的杯葛跟刁難 我們希望台北縣政府要做一個合理的公開的說明 主席有說過三環三線是那個吃不到的牛肉 然後今天朱立倫有回應說 沒有經過廚房就不要化休 朱立倫經過的廚房就是跳票的經驗喔 那麼桃園縣的綠線捷運 是在他擔任副院長時候由交通部正式推薦 所以現在桃園人正在連署 要求還我捷運 那假如他捷運的政策喔 他說到做到的話 那麼桃園人也不需要大費周章來連署 那我們支持捷運 那我們也希望台北縣每一個鄉鎮 尤其都會區都能夠有捷運的服務 那我們看朱立倫過去的紀錄喔 顯然他的誠信跟負責是有問題的 謝謝